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1月22號 星期一 文明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大選後新國會開議準備之前 我們看到重頭戲就是 這個立院龍頭究竟是講落誰家 那麼這個國民黨立委傅崑奇 從之前他喊說 要繳足立法院副院長 甚至後來喊出他要競爭的是龍頭 今天上午在國民黨就舉辦的是 新科立委座談會 突然之間他就拉起了韓國瑜 跟江啟成的手說 支持韓江沛 請教一下傅崑奇到底他在演哪一出的 是要以競為退嗎 要換取黨團總召嗎 那麼國民黨這邊看起來 應該是確定 確定韓江沛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外的話 不過民眾黨他還在喊話說 我們在等藍綠的回應 藍綠現在看要走自己的路 綠營的部分 黨團總召柯建民 他是講了一個大白話 他說民眾黨那八席沒效 如果國民黨那五十二席 怎麼會來繼續讓你做主導 那有一樣認為是說 如果是開放民眾黨這八席立委 可以自己投票 自己做決定的話 那這八席就突然 會等於像是有八支小哥吉拉一樣 民眾黨就會立刻的水漲船高 那現在我們看 柯文哲他是把合作電線壓在1月28號 現在問題是柯文哲要怎麼樣的接招 另外是王毅川有新的工作了 搶救王毅川大兵行動 其實催了不少的政黨票 民黨現在要安排的是 王毅川出任政策會執行長 要借重是議題攻防的能力 稍後我們會連線給王毅川 來聽聽他的想法 有人說民眾黨是一人政黨 會泡沫化 柯文哲就在小草活動上面 他就回應了 他說我希望他們 酸民能夠活得夠久 這就是民眾黨他的新政治嗎 他面對反對的民意 就說人家是酸民嗎 中國有一位時事評論員叫做金燃 他的觀察是這樣 他說柯文哲 他是鼓動年輕人的方式 完全就是在複製 中共早期的手法 真的是這樣嗎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分析 開始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支持媒體王維德 貴好 大家好 歡迎186先生陳言廠 大家好 接著歡迎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貴好 大家好 左手邊先來介紹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貴好 大家好 支持媒體王詩琦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呂家愷 貴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前民眾黨 竹北黨部執行長 林冠寧會加入討論 我先請教瑞德哥 因為我們看這一齣戲 演了幾天之後 今天看起來稍微塵埃落定 可是整個過程 感覺是不然現在是在選擇一齣戲 我們要從這邊來開始看齊 因為傅昆琦不是先有表達 一下子說他是要搶副院長 後來又喊到說 他其實是有意要爭取龍頭的 韓國有講說 如果是要假投票的話 抱歉 他就要退出了 他就又有一個情緒勒索 但今天的狀況是這樣 傅昆琦在參加 新科立委的查會的時候 他還講假投票是一個 民主制度不能放棄的 宫廷派跟實戰派想法應該要並進 當時他都還在喊話 但沒想到他就去後出來 鄉鄉 然後就釋出了一個畫面 就是他牽起了 韓國瑜跟江啟人的手說 支持韓江沛 你之前在喊的那些東西 不是喊假的嗎 演哪一出 我記得以前有位台灣的政治人物 曾經說過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你知道嗎 現在不是高明的騙術 現在是魔術師 已經到魔術師的狀況了 不過你不能不佩服傅昆琦 規約高明洞這麼多的政治人物 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只有他最後跟黨主席 跟要選立法院政府院長的 韓國瑜 江啟成 四個人一起在台上喊動算動算 不是只有他嗎 其他有嗎 沒有 誰能夠上去以後 拿著麥克風說幾朵有沒有 你知道傅昆琦今天還在 上在講支持的過程當中還點名了 2026年王玉銘可以選嘉義 謝龍健選台南 然後柯智恩可以選高雄 講到江啟成一定會說 他一定說他要選台中 不是他說以後可以選總統 厲害吧 誰不知道你跟江啟成之間 是不對盤的 講白了就這樣 他跟韓國瑜之間 倒沒有餘量情節 但因為他對江啟成當主席 不讓他回來對不對 博有為辭 他一直認為有機會 因為過去馬英九跟金普通 死都不肯讓他回來 所以他一直認為 江啟成有機會給他回來 好 剛才今天沒有著頭開賭盤 如果沒有著頭走路 在此之前 他要進去開會之前 發得大小聲什麼 宮廷派有什麼實戰派對不對 看什麼人實力比較有 這個什麼 如果他當選國會總統 16年已經改革呼應民眾黨 民眾黨說的四項 說一大堆有沒有 要人家藍綠一起答應 沒有人在插他 只有一個傅昆琦說OK 對不對 還自己提了五項 那你就知道 在此之前 我們叫是說傅昆琦來勢洶洶 而且你要知道 這次選舉有多少人 是靠他幫忙 對啊 不客氣講 桃園市長張山正能當選 跟他還有關係 跟他的協助跟幫忙有關係 所以多少人欠他的情 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結果沒想到 傅昆琦進去了以後 大家都走到要死 想說死啊死 他到底是怎麼樣 你不要忘了 韓國瑜很不爽 韓國瑜說 如果有假投票的話 我就團軍團出 我就直接跟江啟成 我離開 我們兩個不選了 不選了就跟你將軍 你看 他是一句話說出來 朱立倫走到要死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朱立倫在選前 故意讓韓國瑜 當部分區第一名 意思就是讓你做一個 立法院的院長 他如果是變成多處黨 然後又讓趙少康 去當這個所謂的副總統候選人 他就把自己 在1月13號 可能把他拉下來的 拉下來黨主席的 這兩個隱信都拆掉了 我問你 你今天來不處理好 韓國瑜起死一敗 我不要做了對不對 韓國瑜只要歸刀 立刻把戰場轉向 另外一個黨主席 要求你下台 朱立倫就叮叮 因為他非常脆弱 朱立倫馬上站出來 只有韓江 除了韓江沒有別人 就是這樣子 聽說昨天朱立倫有接見 傅昆奇跟他小語大意 到底這是媒體報導 但小語大意內容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不過傅昆奇上去以後 講了以後 講了薑吉珍 多好 說完之後 大家在現場就知道 怎麼會這樣 結果是要去機關穿出來對不對 不是去水穿出來噴 然後最後 一起個人思小 什麼政治 什麼一時的 但是兄弟是永遠的 拉起韓國瑜 韓國瑜我給他告他報告 為什麼韓國瑜 感冒大不會推延 你宣佈江濟層 因為他宣佈江濟層之前 他沒有去問過其他人的意見 尤其是那種剛當選的新科 你基本上沒有把它放在眼裡 要不然你沒有徵詢我的同意 但我告訴你 韓國瑜是不得已的 他直接宣佈下去了以後 傅昆奇就嘰嘰了 這些要搶的人就沒有 我聽葉元晟他們講 很多人都有接到相關的電話 來請託的 拜託的電話 壓力很重 所以你可以知道 韓國瑜為什麼請吃飯來 十幾個月而已 對不對 地方拍戲都沒來 但是沒想到得罪 看你們到底 你們這麼大人在幹什麼 從傅昆奇的身上 你就學會了什麼叫做 大丈夫能屈能伸 畫得越大聲有沒有 畫得越大聲對不對 畫一包大家就會握手電腦 到底最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我不知道 不過朱立倫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他在今天 今天致辭的時候 朱立倫說 這一次新科立委較多 所以可以徵詢熟悉意識規則的 資深立委 護昆奇 對付民進黨的萬年總召 所以大家全部都說 如果主席都這樣講 那傅昆奇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意見的話 可能就要跟那個本來已經擺明 也要出來選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 總召 總召的文山區的賴斯堡 一絕雜雄了 我相信傅昆奇拿到得到 他要的東西了 因為六秀還有一些新聞出來 然後就有一個新聞出來是說 朱立倫跟傅昆奇談的內容是說 那那個黨團職務不干涉 那黨團職務其實四個字 濃縮起來就是 黨團總召 沒有錯 總召最重要 我要當 我講坦白了 我做院長要做什麼 做院長 要中立 因為院長要中立 我聽他們說很無聊 有時候看錯對不對 我現在是怕 跟韓國醫院無聊 無聊到咖啡咖啡 立法院不知道有沒有規定 不可以喝酒 我就開始喝了 開始喝了 但是開玩笑的 但是對傅昆奇來講 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那是民主問題 你知道嗎 他當了一輩子的花蓮王了 他也想當當國會王 但是委員我覺得 國民黨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夾著 來看民進黨的態度是怎麼樣 因為民進黨的總召科建民 他有表達 他是認為說 民眾黨如果說 他這個巴西 想要來就是說 來勒勒手或什麼沒有用 因為國民黨的席次是52席 你民進黨是51席 怎麼可能會讓你來做主導 你如果是要用來製造 國會的紛亂的話 毫無作用 那巴西沒有效 然後他也認為 黃國昌現在跳出來 這個叫失色行堂 出考卷要大家來回答 他認為說 我們民進黨不會與虎謀疲 騎手是非常的差勁 你不會對這堂 你們的運作是怎麼樣 因為像游英龍就講 如果民眾黨這巴西 因為民眾黨現在說 他們團進團出 黨進黨出 如果說可以拆散八個意志的話 那就有很多運作的空間 所以他說這八隻 八個意志就是1加1加1加1 他弄往哪邊去 不是 他一點意志都沒有 不是 他可以分批 比方說我三個灌到哪邊去 幾個灌到哪邊去 他說會變成八隻小的哥吉拉 哥吉拉就是恐龍 就是有他的震撼性 你知道嗎 我看過電影哥吉拉 但我小隻小隻 通通在體育場被燒死了 沒錯 一顆沒單就把你燒死 就只是一隻油出去而已 只是哥吉拉 須有其名是不是 我坦白講 那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我大概都笑不出來 倒不是誰輸誰贏 民進黨有沒有過半 是做一個立法院 我知道未來的四年 人生是歐伯 就是這個會會很難開 有很多原因 你選擇的時候是不是一直都是民進黨 就是六十幾席比較大的 你還沒有遇過艱苦的時候 對 我 六十八跟六十幾 我從當市議員到當立委 我沒有當過在野黨 我還沒有當過在野黨 但是 知道我們現在還不是在野黨 但我先講一下狀況 現在狀況是 國民黨是54不是52 對 因為要再加 兩席五黨的高金跟陳超民 是屬於他們 54對51對8 那你知道嗎 真正的重點在於 小黨想要左右逢源 他想要 要左右逢源要沒有中心思想 我今天覺得家愷可愛 我票給你 那你要拿什麼來換 我今天覺得486長得勾足 勾足我票給你拿什麼來換 想要左右逢源 相當程度他沒有中心思想 在這左右逢源當中 攫取的要不要就是政治利益 要不要也許他們有些政治主張要落實 要去阻止小黨的勒索 不是國民黨 只有民進黨 因為54跟51 這8票 如果民進黨不理他 國民黨就過半了 國民黨就多數了 他根本不需要這8票 民進黨這51票 如果不理這8票 這8票才會作廢 所以民進黨的態度最重要 而民黨從頭到尾就是說我們堅持原來的信念 你開那四個 坦白講 黃國昌他有他的專長 我不貶抑他 他還法學博士 可是他提這四點國會改革 很明顯你根本沒有認真在當國會議員 裡面他講一個 他裡面有一點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身分背景 利益迴避你不可以質詢 黃國昌你有當律師嗎 你幫大同處理過這個市場派跟公司派的糾紛 那是不是財政委員會 你不能碰 司法法治委員會你是律師不能去 或者像以前吳欣銀家裡是銀行 他懂金融你不可以去 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原來我們一些不分區 是因為你有弱勢的專業 你是環境的專業 你是勞工的專業 你是勞工團體的利益迴避 你不可以質詢勞動部 你只能質詢國防部 那個改革一看就是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說黃國昌 你家的房子違章還沒有拆完 你還有佔用到 你還有佔用到國有財產局的地 那你是不是就不能質詢財政部 或者黃國昌你藏人 你中央是土地開發公司 是建築公司 你不可以質詢內政部 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你不能質詢 陸委會也不可以 營建署現在改成國土發展署 你不能質詢內政部也不可以 內政經濟財政 都不能碰了 不准去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黃國昌當然他主張居住正義 他可以去質詢這裡 可是你去看他提出來的四點改革 有一點就是利益迴避原則 是絕對百分之百的利益迴避原則的時候 那你藏人在做建築業的時候 你大概有關居住正義的題目 都不能質詢 你有沒有看到自己提的版本 你是劃爽還是劃真的呢 所以我說大家可以提國會改革 但是一個不用工的人 只求媒體效果 就會產生這個情形 就像他當年主張罷免票 簡單多數就好了 柯建民為了25%被他罵保守反動 如果沒有一個最低25%的門檻 他罷免了 掛了 所以公投案更是 我們很多國家改革方案 一般人覺得這是對的 可是他沒有投票意願 可是我的利益被損害了 如果要公投的話 我會積極出來投 所有改革方案都會被推翻掉 他也是要簡單多數 所以黃國昌的個人 我希望他更精進 但做一個立法委員 你是一群人一起去修法 一群人去處理事情 才能成就國會的進步 所以回到剛才 我講為什麼一開始就笑不出來 第一個 國民黨推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我可以想像得到 他都第一名 對 那韓國瑜為什麼一開始 趕快開記者會把江啟臣拉在身邊 那不是對外 那是對內策略 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人要爭取副院長 他秀到了 沒有人敢去惹韓國瑜 但是副院長不是副婚錡 有些人想要副院長 他趕快拉一個下來 對內壓制不同的聲音 後來發現假投票 搞不好連院長都不保 所以也禁止假投票 要假投票我不玩了 所以這兩個是對國民黨黨內的呼喊 對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民眾黨如果你要 這個江啟臣可以退下來 讓你當副院長 然後人家公開喊架的 但委員我先打斷你一下 因為你說假投票這件事 其實假投票是 算是在地方議會 政治生態裡面 蠻行之多年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民主機制對不對 假投票是一個方式 例如說立法委員 大都一樣大麻 那我們要選誰當院長來投第一輪票 要推誰當副院長投第二輪票 像我們民進黨 連黨團總召幹事長都是投票 而且是秘密投票 跑到箱子裡面的 所以他不准他假投票 所以我的問題來了 我可不可以先請叫家凱 你們都沒有民主機制 你們不是常常罵什麼 民主獨裁什麼的 你們連假投票都沒收了 不能讓他們這些立委 都撤到白大台 要有一些意志來表達說 我們是支持誰的 連這個的權利都沒有 應該說沒有到假投票程序 不代表是沒收 因為說一下今天 任何選舉大家都可以 角逐大位或角逐位置 大家都有權利 但重點是上禮拜 大家都有意願 不管是傅崑奇還是韓國瑜 或是江啟成 但是今天在黨團的那個 叫什麼 說明會以後 就是黨團他們第一次的那個 就是那個 見面會 見面會 新科見面會 他們才真是宣佈 而且也是一個好的公司 等於說事前就協調好 因為我們知道要角逐大會 前面那邊協調 協調一個共識 如果真的沒有取得共識的時候 才會進入到所謂假投票 或是民主程序去進行投票 當然如果今天已經有共識 那就不用到 所以我們不是沒收 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委員 一個是王宏威 一個是陳鈺生 他說我們要程序正義 建議說如果協調不成的話 應該要有假投票 結果黨主席的意志就壓下來了 就沒有假投票 就當事人都協調好了 如果你們要假投票 我就不玩的是韓國瑜 所以有沒有沒收 有嗎 我不讓你假投票 第二個 我跟你講王宏威跟陳鈺生 我要是他們一定握在心裡面 要偷跑 先照一下 對不對 你要偷跑 照照要去收水 就這兩個 偷偷背中花工 三個都收走 然後你就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今天在立法院屋外 記者督麥復昆起來說 就是要堅持到底 沒有的話又要假投票 不能放棄 進去開你們國民黨黨團會議 之前他還這樣講 一進去 先講話的王宏威說 陳鈺生要假投票 陳鈺生說要假投票 傅昆基站上來 他今天一喊 他們兩個是我兄弟 我支持他們不用了 我是講真的 如果都沒有競爭 是不用投票我可以接受 可是這個假投票 前面有一個段故事 是一堆人很怕假投票 出問題 不團結 那傅昆基就選個存在感而已 他證明說我有實力 可以威脅你 有人會幫我講話 兩個 可是那兩個被他賣了 第二個他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你以前江淺人對我不好 我現在做情給你了 以後比較沾沾 他其實就這兩個目的 存在感而已 所以我剛剛 各位 我把它講完了 很簡單就是 立法院的運作 不像咆哮演戲 那樣子主張的做法 除非以後每個大小案 我們有幾千個案 每個案都是正常 每個案你都要對抗 那這8票就可以算成 51 54 8 不可能 像我們在推學校的一些 改革方案的時候 我會看到提案的人 如果不合在一起的話 民進黨提一個案 國民黨提一個案 兩邊的字一模一樣都有 大家都會有共識 反而是這個立委提一個案子 比方我們要提一個 銀色的一個改善方案 國民黨委員說這個不錯 那他也要用改幾個字也推 就是說大家都會提雷同的案 然後在委員會協調的時候 整合成一個版本 然後通過 不會去分說你有54票 你有51票 你有8票 大多數都是3或15 什麼叫3 委員會提案3個人幫你連署 大會的提案15個人幫你連署 多數的時候沒有8的存在 也沒有51的存在 也沒有54的存在 而是每個委員會每個委員 個別的存在 如果有一個人坐電梯 也不跟人家說哈囉 背個書包 額頭那麼高 他永遠連署不了案 然後連搞不好同黨團的 以前五個弄到只剩一個 那你根本沒有在立法院 真正做一個lawmaker 立法者 你要做立法者的審查預算 推法案 那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 大家在算這個席次 立法院的常態 在八大委員會裡面 其實多數的時候 藍營綠營提了很多案子 文字差不多了 然後大家協調一下 共提只有衝突性的案 所以如果民眾黨 想要八個格吉拉的話 難道他的意思是說 以後立法院永無寧日 每個案不管大家有沒有共識 通通是戰場 每個案通通都反對 這個時候就會祭出黨紀 就會51 54 8 多數的時候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韓國瑜要當立法院長 他以前當立法委員就不開會的 30多年前他就不開會 他意思規則不曉得 立法院長不會帶著 六成民意的憤怒去監督政府 立法院的院長是在調和 抵耐 而且你也沒有六成的憤怒 你就三成多 三成三而已 你不要老是自動 大家都交到你那邊去 如果一個立法院長 是帶著憤怒 來主持國會議長 接待國際外賓的話 這是民主國家很大的危機 所以國民黨推出這兩個人選 如果一個過去當立委 就已經被列為不及格立委 還差點被罷免 最後國民黨不提名 然後接待外賓 當高雄市長的時候會遲到 遲到還耍小聰明 把鳳山改成四圍 變成日本人遲到 如果這樣的情形 國民黨自己心有七七焉的話 那個不叫跑票 那叫為人民投正確的票 2月1號我期待 至少在院長 還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正向發展 立法院長游錫坤敲槌 川普保守孤立的外交風格 不僅陳放 可是我就覺得奇怪了 我先請教詩琦 這邊聯合報的黑白集 他的標題叫做 傅崑琦憑什麼 很兇喔 西瓜 花蓮的大西瓜嗎 他們也都會從一堆西瓜 他就是直接點名 傅崑琦你憑什麼 然後他說傅崑琦根本就是 心來亂的 那你憑什麼 然後他講說傅崑琦出來攪局 以他的形象爭議 國民黨還好意思 去跟白銀潭國會改革嗎 我就有一些疑問 那你為什麼切開來 你剛剛不是講說 像是韓國瑜不開會 會遲到 或者是可能像瑞德哥講說 他可能愛喝酒 這些狀況 中的夫婦都沒關係 他直接就是傅崑琦 跟江啟成來做PK 然後傅崑琦你憑什麼 江啟成形象多好 傅崑琦多差 然後我就覺得 那你為什麼只有檢討傅崑 你憨歸不檢討 那你一個報社的黑白集 是不是要格局再大一點 他只點名傅崑琦怎麼看 而且傅崑琦是要選院長 不要把我降格了 我是要選龍頭 我才不是要選副院長 而且傅崑琦不只是會送大西瓜 他就是逢年過節的花蓮特產 什麼好像醃漬的什麼東西 他也都會送 不只大西瓜 你知道他送的東西可多 傅崑琦的作用 我後來想了一輪想通了 傅崑琦是一個朱立倫的好麻吉 他們兩個本來就不錯 所以他是幫朱立倫 在開闢一個穩的主席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當初提名韓國瑜 本來就是要讓他當國會議長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傅崑琦幹嘛去挑戰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沒有了 這個院長的位置的話 他不是又會直接威脅到 朱立倫的黨主席的位置嗎 原來傅崑琦 這只是一個工具人的作用 我也嗆聲我要選院長 然後到最後我讓了你 我已經讓了 我付出了這麼選舉過程 我給了每一個委員 這麼多的資源 可是我到最後委屈了 我想爭這個 但是沒辦法 所以我退而求其次 求什麼其次 當總召 當總召的好處是什麼 他拿到的票 勢必會比賴士寶多 因為賴士寶不像傅崑琦 有這麼多對於黨內同志的資源 而且傅崑琦在黨內的實力 是中常委選舉的 我都第一名 下一次要選的時候 徐政衛都第一名 怕不怕 會怕的打會怕 他的票勢必比賴士寶多 好 那為什麼傅崑琦 退而求其次要 國會黨團的總召 因為賴士寶是戰鬥難的 也就是說他是趙少康的固定班底 趙少康在戰鬥欄擁有20多席 他以後如果又有一個總召 開什麼玩笑 我朱立倫讓你戰鬥欄 在立法院給我呼風喚雨 這個臥榻之旁 豈容他人憨睡 所以我一方面排 讓這個韓國瑜 你有位子 而且你要退出政黨活動 你是立院龍頭 國會議長 另外我排除了戰鬥欄 在國會裡面指三道四 然後指揮東指揮西的集會 我排了一個傅崑琦 如果他選總召的話 我黨主席是不是直接可以 一個多順暢 我的指令就直通黨團了 把你們大家都排開 我的意志直接貫徹 高招 最厲害的還是朱立倫 所以我覺得傅崑琦 這個只是虛晃一招 他只是聲東擊西 他沒有真的要選龍頭 他幫朱立倫排除了 這些一擊之後 他拿到了總召的位置 而且也確立了朱立倫 黨主席不受威脅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根本就串通好了 演了一出這個戲之後 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 各自該有的位置上面 不會有人再來挑戰權威 所以國民黨的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威權式的政黨 所以剛剛在講說假投票 開什麼玩笑 誰給你假投票 我國民黨的文化 沒有民主這個選項 我是老大 我說了算 這個才是真實的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傅崑琦 為什麼沒有管那兩個說 我要假投票的那兩個 王洪威跟這個陳玉珍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是來演戲的 你們當真 傻子 那佳愷我補充請教 因為就是當黃國昌站出來說 我國會改革列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叫你們藍綠都要表態 然後柯文哲最後還壓一個 1月28之前給我答案 我現在老師出考見 你要給我答案 以國民黨的角度 你們看得會舒服嗎 當然不是很舒服 但是黨內都有不一樣的聲音 有人還是支持藍白合不合 但我覺得既然已經選完了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黨 黃國昌也好 黃珊珊 柯文哲也好 他是用一貫的套路 選前就是藍綠都吃豆腐對不對 他選後開個記者會早上 八個部分區都出來說 國會改革是我們民眾黨的專利 NO-HO 憑什麼要民進黨 跟國民黨跟你報告 你憑什麼 我們會有自己的立院黨團 我們也會跟民眾報告 也會跟黨團報告 但是絕對不是跟民眾黨報告 你要先搞出你這一點 再來我們也看得清楚 國民黨或民進黨也好 我們現在已經推出自己的人選 走自己的路 民眾黨我們都知道 我套一句柯文哲的話 他選前說了 選後就是要海水退聚 誰沒有穿褲子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他開了一個 發了一個影片 就是等於說 他就去解釋那個民調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沒有穿褲子是誰 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重點還沒有結束 誰跟你說 大家自己心裡也都多數的共識 但是是誰 都不誠實講 是誰 誰開誰 你們現在還有 佛地摩不能講的那個名字 就是民眾黨對不對 就這樣 但是不是沒穿褲子就這樣子 還有看點對不對 褲子沒了還有什麼 還有底褲對不對 現在國民 連結褲子就是底褲 還有底褲對不對 現在民眾你要怎麼走 你以前選前可以說我 因為藍綠都很爛 所以我走 這就是白色路線 選完白色力量 你要走白色路線 還是繼續走非藍非綠路線 你要講清楚 不然一次排開我們預期 你的支持者預期是 八個的底褲都會白白白白對不對 不要一下藍藍白白白 綠白對不對 這就很奇怪了 你自分大家期待的是 我很多朋友也支持民眾黨 也支持柯文哲 但你不要讓他們失望了 因為大家想要看到 即使沒穿褲子底褲可能也很好看 但看到是一個固定的白色力量 因為你們既然要 繼續的存活下去往前走 就應該走出 而不是繼續在國會也好 之後的議題提案裡面 繼續去綁架藍綠 這才是白色力量 我想問一下你應該走出一個自己路線 而不是永遠都是靠藍綠在賺聲量 佳凱其實是要讓民眾黨 他就在他那個白色的世界裡面 只能做小不能做大 我其實蠻 坦白講我蠻喜歡佳凱 佳凱是一個優秀年輕人 立法院的案子 沒辦法用底褲的顏色來分的 我舉個例子 代理育母案 他是白的藍的還是黃的 沒有 就全民的 你懂我意思嗎 立法院的多數案子 我們在立法院那麼多年 很多案子如果大家平心靜氣 只是為了國家好 真的只是想法不一樣 不是政黨不一樣 對 比如說像我們在國防委員會 潛艦該不該照 該怎麼照 大家也許都支持要照潛艦 但對預算的排序不太一樣 對 或者說勞工的勞保的補貼要補多少 或者農民的年金要怎麼去算他的保費 這些東西你很難說 這個底褲是白的 這個底褲是藍的 沒有啦 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原因 就是說113個立委 扣掉政府院長111個 多數面對的案子是這種案子 這種案子裡面就沒有 8 51 54這件事情 應該是大家可以坐下來談 在某些案子可以合作往前走 這也是柯建民講說 沒有被8個把每個都經過你考試 那國家怎麼運作 但有些指標型的案子 是向社會負責 民眾黨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判斷基準 如果說立法院院長 是一個訴諸全民的案子 你應該投誰 你從膝蓋想到大腦 答案應該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486先生 比較不那麼政治 我把你的定位是不那麼正式 我是政治素人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看國民黨要推的是 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老實講我覺得雖然說 整個立法院都還沒開議 都還沒開始在運作 但是國民黨我們來看他的動作 我以一個政治素人的觀察來看的話 我完全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國民黨從以前給我的印象 給國民大部分的印象就是說 大家來立議 大家開始要來喬 要來看怎樣來分配 今天我看他這件事情 就是例如說立法院的院長 因為這是最當務之急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高度 應該要看到今年的5月 就是說例如說國民黨的黨主席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國民黨 還有十三屆的不分區 所以說之後誰能夠拿到 十三席 十三席不分區 如果誰能夠拿到這個黨主席的話 誰在這上面操控的 就很有話語權了 所以你看看朱立倫 朱立倫他現在要很多人 至少我們這個不是國民黨的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朱立倫跟韓國瑜 他其實並沒有那麼要好 沒有那麼麻糬 我們再來講說這兩天 我們都一直看到傅昆琦 傅昆琦以我的感覺 他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橫角色 真的 你看看他在花蓮 他當王 你看他當過立委 他當過縣長 他經過監獄 他的人生起起伏伏 他的城府之深 他的布局之大 那個根本不是說什麼 顏寬衡 陳玉貞 那個什麼黃宏威 這種 不能忘其向背 這個真的只能算是個小孩子而已 所以你看他傅昆琦 他的每一個動作 就像那個象棋一樣 他其實後面都好幾步 所以我們來看他之前 他就在喊這個東西 我認為他跟那個 例如說江啟臣 大家都知道他們兩個關係不好 可是他至少 他是跟朱立倫是真的確實好 當初朱立倫才讓他修改 很多法條 很多檔上 那個同舟計劃 對 讓他回來 所以你看看他一回來之後 這兩兄弟你看看 我們不能講狼狽為奸 但是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動作 他都是有目的有意義的 我認為是這樣子 那個立院 立法院的例如說主席 副主席這個東西 至少在我看來 他的權力不是真的那麼大 因為他主要是要中立要去協調 但是誰能夠拿到總召 這個鞭子這個東西就很大 所以我自己在判斷 那個傅昆琦跟朱立倫 如果立法院沒有黃柏昌 我覺得柯文哲的這一個 整個的聲望會繼續維持住 可是因為有了黃柏昌 事情就很麻煩 政府是一片白茫茫 只有房屋樹木湖泊擁有黑 傅昆琦想要保朱立倫的 這個明年5月的主席的位置 這是我的看法 那朱立倫他就說好 那我支持你 來跟賴士寶來對抗 拿到這個總召的位置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 那個真金白銀 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 那我進一步請教 我要請教永鴻是這樣 因為其實剛剛定義委員 有講到一塊是說 在民眾黨他提出來的 那幾點的國會改革 真的是要國會改革 我們最近發現 有一個以往跟我們是義溫層 現在變同溫層的黃志賢 黃志賢最近臉書 你不要隨便害人家 最近臉書我這個評論都很犀利 我們來看這邊 他的第二點 因為其實黃國昌有講到說 要有國會調查權 他說調查權我們不就是 武權分立的國家嗎 調查權在哪裡 在監察院 你怎麼把監察院的戲頭 還要叫你憑什麼擴大自己的權力 再來看這一個部分 他說你立委你一想要擴權 二你要再搭配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有講說 那個排黑條款要廢掉嗎 那你一邊很高道德 你說要改革 一邊你又是跟黑金什麼的合在一起 是不是貪污的要回來了 詐騙集團回來了 槍炮彈藥 毒品 殺人放火 都可以做領域嗎 那你說民眾黨是有心要改革嗎 那個劃出來被戳破之後就發現 你們編織的其實就是炮炮 編完之後現在都被戳破了 其實民眾黨其實蹭聲量而已 說白就是這樣 包括他說的國會改革 這幾點說真的 有的人事同意權本來就有了 然後你說立委的利益迴避 他是把原來就有利益迴避的相關規定 他把他拉到極致 讓他知道是做不到的 但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先講先贏 講了之後反正你們兩黨都不會同意 不會同意之後也不會成 不會成就是我有改革的名稱 但是你們都沒有改革的意願 實際上是亂改革 但是沒有辦法 唯一有一個這個調查權 坦白講我覺得調查權是這樣 如果我們是主張有一天 要走向真正三權的話 國民黨也應該支持 我也支持 但是調查權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夠那麼容易去處理 目前只有調閱權 那調查權能不能處理 還有民眾黨是不是玩真的 這件事很重要 我要再講一次 是不是玩真的這件事情很重要 還是他只是講一講 最後就妥協掉了 我覺得有可能就妥協掉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立法院的選舉 立法院長的選舉 跟這個我們一般的選舉不一樣 不是說你會看到什麼 政府院長一組在那邊 我要投票 不是的 他是113個立委 名字都在上面 好 院長這一張選票上 你要投誰當院長 互選 對 互選 所以你也可以投給自己 就是說沒有一個提名這樣 所以沒有這個一組一組 好 關鍵來了 會不會成為八個科級 我覺得是這樣 還好剛後來定語委員 把他拉回來 不然家凱一直講 我一直在想像那個八個人 底褲的延伸的樣子 太具象 好可怕 關鍵來了 關鍵來了 我告訴你 不是 你要知道 他們很難去分開為什麼 第一個分開沒有用 八除以八還是一 一是沒有用 第二個最重要 他們沒有辦一個是區域立委 這是關鍵 什麼意思 不分區立委就是聽黨的意見 他沒有 他甚至連被你去上下起手的空間都沒有 因為你就不是憑自己在區域裡還動算 所以我覺得最後這個狀況 是不會發生那個什麼八個科級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條件 去做八個科級 在院長選舉上 也不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他們所講說要辦理關鍵小數 這也不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關鍵小數都發生 你知道嗎 是發生在阻隔的時候 阻隔才有 當你有同意權跟不同意權的時候 這歐洲制度上 黃國山會不知道嗎 他不會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他為什麼這樣 就是我講 他們都是在做一件事情 跟傅崑奇一樣 都向專武建議在配工 黃國山要做的是有改革的名稱 但是他不是實際上要做的 民眾黨是這樣 傅崑奇要選的就是總召 不是他選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但是他先捂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要是要跟你選這個 競爭這個立法院副院長 最後才在最後一刻拉起手說 我們大家都是兄弟 怎麼笑 最後他目的是總召才有實質的權利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是立委互選 他不是立法院的首長而已 立委不是他任命的 像行政院長是任命內閣 閣員所以他最大 立法院長是被大家選出來 他是代表機關 是一個名氣 沒有實質上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傅崑奇 向專武建一直在配工 就是要當總召 這個民眾黨 向專武建一直在配工 就是只要一個空的名聲而已 說他有改革 這樣他可以繼續有聲量 但事實上 他真的不會去跟任何人合作 好 來我們今天透過視訊連線 我們連線給沒有去日本的王毅川 毅川哥你今天在屏東忙對不對 對 我今天在屏東 對 好 我要跟你請教 因為有關於民眾黨 東諸寫起柯文哲 可是立法院又有雙簧 然後雙簧中間 柯文哲有意要把這個 蔡壁如請回來 說可能是黨團的幹部 或者是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佈局 好 民眾黨選完很清楚 就是柯文哲 黃國昌 黃珊珊 就三個人 三個人 我判斷他們三個人聯繫的程度 密切度並不高 他們三個人要去教他們談判 也沒辦法帶另外兩個人的同意書 所以任何要教他們談判 會有蠻大的困難 那這一個他們三個 就是說代表出來談判的時候 說會有遵守嗎 這個接下來的四年 大家都要面臨到這樣的課題 那第二個就是 黃國昌會不會展現出說 他一個人跟別人都不一樣 這個也是民眾黨內部 有可能產生的矛盾 因為其實每一個立委 他都有他希望去專注的法案 預算跟政策 他想要去推動的理想 可是如果有一天搞到 什麼事情都要黃國昌 什麼事情都是談好了 三個黨都談好了 包括院長副院 大家都協調好的事情 結果黃國昌跳出來說 我反對 那這個案子都全部停 那議員他們其他七人 在我議員 叫行政部門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人家寫過一句話 我今天跟你講得不好 好 譬如說要去跟張其楷講 張其楷說很好我們來協調 協調完出一個很好的結果 問張其楷一句話說 你們黃國昌敢不同意 那張其楷在談個什麼 也沒有用 所以內部的矛盾會存在 所以吳子佳董事長說他們 尤英龍說他們是八隻小的哥吉拉 我看最後只是小蜥蜴 第二就蔡秘魯 蔡秘魯現在說要做什麼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我是不知道中央委員多大 像我是民進黨的中指委 我是要選舉的 那就是每一個月去開一次會 不然每天開會 你像政府或是每個禮拜 中央委都要去開會 可是中央委去開會 當時聽報告 有些要決定的事情 也不是每個禮拜都在聽報告 所以就會變成說 去做中央委也沒什麼好 那你說跑去黨團 黨團那八個立委會聽蔡秘魯的嗎 我可不這樣認為 因為蔡秘魯現在沒有什麼權力 他憑什麼去指揮 監控 管理這八個立委 我覺得在難度 實際上執行上難度都很高 那益川哥因為之前在選前 你那個川流不息 不是後面都有那個 車子在桌嗎 然後聲勢非常的浩大 那我們會覺得說民主選舉是 苦越多錢吃越好對不對 柯文哲他昨天在舉辦 那個阿伯小草見面會的時候 就是說有一些人講說 民眾黨會泡沫會怎麼樣 柯文哲的回答就是說 希望這些酸民能夠活得夠久 民眾不是要有方道嗎 柯文哲的這個回覆 你會怎麼看 柯文哲他就是選 你要知道柯文哲 柯媽媽跟陳佩琪的心中 還是覺得他們是贏了 只是被人家做票做掉 他的這一種心理到現在 都還沒克服 那他的民主小草 或民眾黨接下來的發展 或柯文哲個人的聲量 會怎麼樣取決在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沒有黃國昌 我覺得柯文哲的這一個 整個的聲望會繼續維持住 可是因為有了黃國昌 事情就很麻煩 就大家會認為說 都你黃國昌在亂 你最高 一百十三的你最高 你說的最對 那我不認為黃國昌講的每一句話 柯文哲都會正常 柯文哲他有時候也希望能夠協調出一個什麼東西來 或者會沒有進展 整個民眾黨的問政會停留在 每天就在亂的那種情境裡頭 我不覺得民眾黨的支持者 同意這樣的做法 所以柯文哲如果不能夠在 控制立法院這些人的這個 形象或整體的發言 能夠有所 不要說控制 大家說有一點在帶領他們 看要怎麼走出一個好的方向 柯文哲也很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他的聲量就會消失 因為他完全沒有行政權 現在柯文哲沒有行政權的情況之下 他很難培養人才 然後他很難 我問各位說媒體接下來要追新聞的時候 大家要去守黃國昌 還是柯文哲當然守黃國昌 你去守柯文哲 在新一路旁邊都要等柯文哲要做什麼 所以到最好就去守黃國昌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要被快速邊緣化 也是很有可能 這也是柯文哲的顧慮 所以他為什麼要蔡壁魯趕快回來 因為蔡壁魯是可以幫他了 所以蔡壁魯回來最好的工作就是 這個黨主席辦公室主任 做這樓行 然後協助柯文哲接下來的問政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合理的 來 逸川哥 還有一個是有關於你的人事發布 說民進黨應該是禮拜三就會 就是就會提出來 但是現在已經先見光死了 沒有 死掉 現在先曝光 見光死 我跟證一下 現在先曝光說你的消息是說 你要接政策會執行長 然後你們那個真正義聯盟的吳徵 吳徵是要接新聞部的主任兼發言人 那我請教你 在政策會執行長的部分 你可以發揮的部分在哪邊 好 這就是 意見說太多要自己來做 你怎麼只是哀怨 不是 就是說 你說我們選後有在檢討 因為民進黨都會檢討 就知道說進市的時候 跟年輕人沒辦法對話 所以我們就說好 不然這樣政策的部分 我們就來黨裡頭來協助來幫忙 那我給自己下的這一個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用對的工具找對的人講對的政策 用對的工具找對的人講對的政策 那工具當然就是如果我們的年輕世代 民進黨的選票有流失 那就要找對年輕人在用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找到 然後對準我們要聚焦的對象 要對的是什麼樣年紀的人 要找到對的人 然後講對的政策 那政策要講對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是一個平台 其實政策會是一個平台 也就是說工部門會有工部門的政策 那這個黨內會有進步的政策 譬如說像過去我們有多很進步的政策 那進步的政策要繼續做 那可是這些進步的政策 或者是行政部門各部會 行政院國家的這些政策 怎麼樣透過黨的這個平台 然後講給一般的民眾來聽 因為黨部接下來 黨部每天都接一堆電話 你如果去看過接電話的志工姐姐 哥哥們你就知道很多電話 好 那他們第一線怎麼樣 去回復民眾的話 這個變成說這個政策 要能夠用好的這一個工具 然後用對的人把這個政策講對 這個可能是接下來我們要努力 把這個平台給扮演好 大概是這樣 好 感謝益川哥 幫你恭喜我新的一個任務 跟使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睿德哥我請教 我們聊柯文哲 柯文哲 嗆說希望三民能夠活得久一點 政治人物也可以這樣 他是什麼票太多 還是剛才算完想要發洩一下 那還有一塊他說 因為近前我們不是在找他沒穿褲 沒穿褲子那件事情 內參民調失準這個問題 他說我們要思考就是 要成立黨內民調中心 他說你國民黨有民調中心 民進黨有民調中心 可是我們民眾黨比較小 我們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有固定的組織 在做民調 每次做完民調之後 每次校正就會更準了 所以求真不真 表示他們真的不準 然後他後面又扯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的投票率 7乘1 7乘2其實是算高了 算高了 可是他說一般正常國家 這樣扣一扣 他說最高的投票率可以到87% 今年只有7乘2 所以還有15%的人 是想投沒辦法投 包括可能去工作開計程車的 或是要上班的 他又牽托回來了 又到這個上面 對 沒錯 剛剛王毅川跟我們這個等於說連線 先恭喜他接了政策會執行長 不過我個人認為他比較關心的是 以後能不能繼續上節目 我覺得王毅川比較關心的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這是什麼部長 處長 我連有個人說 叫王毅川吃認證 你不要害 每天都頂到咪咪咪咪咪咪 事實上 康德這個人就是這樣 那麼什麼意思 以前有一款叫做 以前大概快要接近100年前 有一個人在四川那個地方 寫了一本 臉厚心厚厚黑學 叫李宗武 其中有一個叫拒劍法 就是你叫劍對不對 刺到了以後怎麼辦 立刻把外科手術 把這個劍在你皮膚上鋸掉 鋸掉還在裡面 箭頭在裡面 內科的事情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在裡面我有這個拒劍就對了 你說這個相關的民調 你覺得有問題 你說國民黨民進黨裡面 都有這個民調中心 稍微有人參考 你的民調有沒有 怎麼做 其實這個問題 你黨小 你為什麼一定非得 要去成立一個民調中心 不可 現在有選舉嗎 沒有 沒有選舉 市面上那麼多準的民調 你不要去聽信假民調 第一不要就假民調 第二不要聽信假民調 不就好了嗎 各位 他那時候不是說潮水退了 就看誰沒穿褲子對吧 對 柯文哲你們要小心 這幾天寒流來對吧 你們可能都會感冒 你們全部做感冒 根據剛剛李家凱的說話 全部只穿個內褲 跑來跑去一直感冒 不好意思 麻煩你把衛生褲給穿上 真簡單 因為是你們的問題 真簡單 我們現在發現柯文哲所說的說 要民調失真 你現在可以發現 包括式化的民調 都是可以參考的 對 很多式化的民調 他沒有大顆大了對不對 結果你發現 沒有錯 式化的民調 真的就跟這個 開出來的票差不多 看你的家權怎麼去調整 沒有錯 反而是亂家權 就是你在那個室內電話 那個大哥大行動電話 黑白家權 對不對 這通電話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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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全部失真 就是我說的民調是什麼 民調做出來 本來柯文哲第三 結果家權以後 柯文哲可以贏賴清德第一 這種民調就不能相信 所以民調是一個參考 但是民調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你可以發現 各位人做民調說 你要講民調 我去捷運站 親菜問三四十的人 不是這個樣子 民調不是你亂亂做 你親菜做 那個木炭民調最失真 對 採樣是有問題的 民調自己本身的 人家說民調 但是民調不能變民調 各位選前 不是有抓了好幾個人嗎 不是用假民調 說接受對岸的 共產黨的錢 然後做那個假民調 做得像真的一樣 你知道嗎 還故意怕拍攝 剛開始的時候 最有說是賴清德贏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民調裡面還分 民調跟民調 一樣不一樣 所以這個 客問者莫名其妙 誰說你就要去養一個民調中心 你只要去做公平公正公開 比如說你不要只做一間而已 對吧 你可以分三間這樣下去做 不一樣的背景放下去做 大家可以參考 那麼單單這些事情還有 嗆聲跟嗆聲說 人家問說 如果有人說他們會泡沫化 像這個時代力量 像一些台灣 有些這個 慢慢連3%都拿不到 那怎麼辦呢 人家嗆聲說 這些選民要活得夠久 對吧 我跟你說 我不知道 多久你們看泡沫化 我10年 你就是這次 總統台選變成老三 我現在跟你笑 你就是老三 你雖然你的這個 等於說相關的政黨票是比 四年前的158萬 成長到現在的300萬出頭 可問題是你就是老三 你就是老三 你就是最後一名 你就是369萬票 你就是最後一名 雖然你有你的支持者 我不去罵他的支持者 因為民主社會 你要支持什麼 你們家的事情對吧 但問題是你就是老三 你說你做票 你們的支持者 說公開在網路上 說人家做票對不對 不負責任 過一把票做得跟侯友宜一樣高嗎 沒有這回事 你要越過侯友宜 還要越過這個等於說 這個人家擔心得 你們不負責任 而你竟然放縱這些人 繼續這樣子弄 那麼我覺得 我覺得柯文哲最大的一個 這個隱憂是在什麼地方 最大的隱憂是在緊接而來 他的網路流量 就會開始下跌 為什麼 他開始失去舞台 他沒有舞台 之前可以因為在拉對不對 因為有在總統大選 對 選總統 現在還沒選總統 他也不是立委 未來兩年半沒有選舉 對 未來兩年半沒有選舉 因為我在講話 柯文哲難道在那邊 柯P電視台 每天在那邊講黨講三講一道 沒用 你可以發現沒有用 對不對 你還不得來找486合作 486還是民眾黨的 相關的 中生黨員 差一點開除 之所以沒開除 原因是因為他要求 把他中生黨費全部交回來 退起萬塊 有萬塊 你要先退錢 退錢 所以你要知道 對不對 你要知道柯文哲即將面臨挑戰 你其實他自己 你不可以靠光 連小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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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最後沒有網路流量 你就出來等了 來 委員 柯文哲要不要成立民調中心 尊重 他現在一年有 一億萬的補助款 十億開 那是一個發包 還是要成立一個民調中心 其實基本上 如果那個心態不調整 做什麼中心都一樣 民調準不準到底是看什麼 就好像我們都考過聯考 我的模擬考 那個成績準不準是看什麼 看你最後考試考幾分 所以民調準不準的對照組標準 就是大選開票 我第一次聽到 大選開票出來 你跟他偏差最遠 現在回頭說我沒有不準 是那個大選結果不準 而且是我的這個 等於說支持者沒出來投票 沒出來投票 投票率低等等 我坦白講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在討論 大選民調準不準 你不叫很荒謬嗎 從來選舉候選人結束了 因為他悲傷五階段 還在第一階段 不是 他還在執著 那種就是什麼 小賤不可以輸 小賤不可以贏 就是我一定要贏 就算小賤輸 小賤就真的輸贏了 輸贏的時候輸沒關係 但是小賤一定要贏 我跟你討論民調 我一定是準的 怕輸 怕輸也要招贏 我管你那個選舉結果 顯示我不準 我不管 我就是跟你小賤要贏 沒有意義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要設置民調中心 做一個政黨施政 或者參考 都沒有關係 剛才瑞德大哥講說 他未來沒有舞台了 我其實可以幫他想個絕招 把民眾黨黨主行辦公室 設在黨團辦公室 舞台多大 就在立法院 會不會跟蔡壁爐吵架 不會 我跟你講 他就設在 會跟黃國昌 會跟蔡壁爐吵架 國將不好 黃國昌先跟蔡壁爐吵架 那樣子會在我國會 百分之隔壁 算了 我這個建議收回來收回來 然後其實我們發現 柯文哲常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常常先有結論 再去講原因 我相信年輕人 不管是支持哪個政黨 就算是小草都沒有關係 年輕就是要有查證的能力 我舉個例子 柯文哲現在又講了 說什麼 柯文明國家投票率不會很高 可他又說是因為台灣 有15%的人沒有出來投票 所以他的票才會比較低 就算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都出來投票 一定都是你的 所以這不是科學 但他這一句話 聽起來有道理 你如果不查證就被拐去了 柯文明的國家 投票率不會很高 他裡面還講 你看歐美投票率都只有五成 只有那個開發中的國家 第三級的國家 投票率才會有七成八成這樣子 他是不是這樣講 他現在希望我的投票率要到八成 沒有 我就比較笨 我就去查證 我查一個東西很簡單 維基百科 所有會Google去查維基百科 我告訴你 德國2021年9月的大選投票 投票率76.6 不是五成 誰告訴你歐美都五成的 義大利2022年9月的大選投票 63.9 誰跟你講歐美投票五成的 然後法國2022年4月10號 第一輪總統大選73.6 隔了14天 4月24號第二輪投票 投票率71.9 誰告訴你歐美投票只有五成的 好 第三他講的是不開發的 那個已開發中國家 投票率都好高 狂熱不理性 孟加拉算第幾級國家 我不幫國家分類 我在外交委員會 但是他應該是屬於柯文哲 講那個狂熱不理智 你知道孟加拉 今年的1月7號投票 投票率41.8超級先進 不到五成 41.8 孟加拉剛投完1月7號 那講一個對我們很不好的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2021年奧迪加投票率 大概6成3左右 所以當他告訴你 粵語文明的國家 投票率不會很高 歐美先進國家 都只有五成的時候 他的先進國家只有一國 就是日本52% 那我不會講講的 當你的論述的前提 建立在錯誤的數字 你去推論出來的東西 絕對不對 所以他曾經講過 民進黨的綠電很邪惡 一度9塊 不好意思 一度9塊是馬英九政府 蔡英文政府的綠電一度 3點多而已 他是不是也講過 大選完了說 台灣投票方法不先進 我第一次聽到是因為 投票方法不先進 所以害你落選 所以大家改成用插卡投票 就會換人當選了嗎 投票是求安全透明 而且可以核實 他講什麼 人家歐洲先進國家 都用電子 去年12月中國宣布 終止ECFA當中台灣12項 沒有像台灣這麼落伍的 還用紙板還沒唱票的 我跟你講現在全世界都想學台灣 但柯文哲講 那我們就去查證 卓冠廷也查證了 查證出來是什麼 荷蘭最早1988年電子投票 結果荷蘭發現有安全問題 2008年放棄 德國1998開始電子投票 2009法律 他們的國會議員說 這種投票方法太多疑問了 不可信 所以2009由德國國會 廢止電子投票 愛爾蘭 英國 芬蘭 挪威 澳洲 日本 這些國家都先進吧 通通都是採取電子投票沒多久 發現有的是有技術問題 有法律問題 最重要的是有網路安全問題 通通作廢 改回台灣這種紙本一票一票投 所以當他講說你看台灣的投票法太落伍了 人家都電子投票的時候 請各位年輕朋友 Google危機百科 你就會發現這一位黨主席 他的利潤基礎 常常是錯的 根據錯的去定國家政策 那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忍不住要插嘴了 剛剛王定宇委員 不是舉了很多例子對不對 一一打臉 包括先進國家的投票率 包括開發中國家的投票率 包括用電子投票 我們不在一起投票 一一打臉 那就會有人去問柯文哲 柯P 柯P主席 王定宇民進黨議員 王定宇電視上拿這個東西 拿這個東西打臉你 說你講的是錯的 你知道他會怎麼回答嗎 那個王定宇2015年來 拜託我去幫他站台 你知道嗎 他講的話怎麼能相信 就是標準的案 就是這個樣子 就標準的案 他忘了他要酸起定位心 是誰幫他的 但是他就會用這個東西 把他全都裝不過去了 對啦 其實誰幫誰 那個金牌領已經證實過了 我也懶得去陷在那個 我很後悔 這樣講 我很後悔 要不拍道歉 我很後悔 我道歉很多次 我很後悔幫過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每個人後來發展不一樣 沒有對錯 但他不會用這一招而已 他有一招 一發現講錯有沒有 我們翻過下一頁下一題 他就跳過去了 他就跳過去了 可是他的支持 特別年輕人 還會留下一個印象說 阿伯很先進 都要電子投票 對 那個落後國家 他會投票率很高 先進國家投票率都五成而已 那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些 吐槽的內容 不能夠一次節目講完就算了 你可能要有一個圖卡 要請貴雅把節目做成圖卡 剪成端銀 麻煩我們節目節目上面 趕快做 而且這些瑞德哥 他有在開直播 我覺得流量也非常的不錯 那是因為我罵愛麗莎莎 因為愛麗莎莎說作票 我忍不住罵 那個佳凱的內褲也要拿出來做一個 做一個 我覺得很少有這種 就是說要選舉的人 對選民開地圖炮的 來 永鋒 我請你不敢 你應該是真的不敢 你不敢說 那個錢這麼什麼 再酸我的人 看你要活多久 或夠久才看得到我們的衰敗 什麼話 選我的人都長命百歲 然後他有一個部分跟你講 2024大選 他們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 哪邊要改善 柯文哲說 理性務實科學 什麼叫做理性 我們要夠理性了解 很多人民是不理性的 他在怪選民 選民不理性 然後他後來覺得 好像不理性 怕去弄電 阿伯又失言了 所以他補充 我精準的講 不是不理性 是非理性 有比較好嗎 該不該 這柯文哲是這樣 他一直在找藉口 這個很奇怪 選舉結束了 大家都已經 照用他的話講 都已經翻到下一頁 往下一題去了 要處理新的國會 未來有新的內閣 有新的國際關係要處理 柯文哲還停留在找藉口 你知道嗎 他還停留在找他敗選的藉口 找了各種藉口 狂人出狂語 而且最可怕是他的這種 找藉口的方式 很像過去毛澤東的方式 就是說散動一堆紅衛兵 然後散動紅衛兵 躲在紅衛兵的後面 說那是年輕人 說這是改革 其實不是 你看他講的 他包括講說什麼 他講說國民黨民調中心 民民黨民調中心 人家有資源 所以我們沒有民調中心 我們要成立民調中心 所以他的民調是不真實 他是要解釋這個 可是我告訴各位 問題國民黨沒有民調中心 國民黨還有民調中心 國民黨就一樣是叫人家做 第二個 民眾黨自己其實有做很多的民調 是他自己不相信他解釋的問題 但他一樣他講說 他們其實好像第一次做出來的 那個數字也不是那樣 但是他們手機加權灌得很兇 其實我問 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說 標本就是真的 手機要怎麼加權 這個你的年齡適到怎麼加權 這個都可以 這個去真正專家都會告訴你 你來問我會告訴你 但重點是你要認或不認 你如果不認 這樣說不是這樣子 那你又繼續加上去 加到你爽就好了 對不對 有這麼多的民調 你還需要去成立什麼民調中心 人家民調中心 不是要做民調自己看 民調民調中心 是因為我們會有初選 初選你要有個單位 來執行這個民調 全民調 第三個他的狂語 就是剛剛桂亞念到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人不理性 他說不是不理性叫非理性 非理性 我跟你講不理性跟非理性的英文 其實是一樣的好不好 但重點來了 他要講的是說 只有投他的是理性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理性 或者非理性 所以害得我們都輸了 這個他支持者就會覺得 聽得很爽 你看紅衛兵那時候就這樣 為什麼中國無法改革 無法前進 為什麼無法打倒孔家店 因為那些老的還在 我們紅衛兵都是對了 所以把你的父母拉出來鬥爭 把你的爺爺祖先都拉出來鬥爭 柯文哲現在做的這個做法 就完全是一模一樣 他這樣做法就是謝哲 最後還有一個我覺得 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還講了一句 就是說看酸民活得夠久 其實這件事情是 他在製造一個什麼對立你知道嗎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 所謂的柯粉 我其實不太願意講 他們是小草 我覺得小草是美化了 而且小草本來是民進黨所的用語 對 民進黨要摘平年輕人的時候 有一個民主小草的行動 民主小草對不對 他都會票竊 而且我講柯文哲這個很嚴重什麼 他是在製造一個世代的對立 所以現在很多 這個年輕的柯粉在講什麼 他說 再過幾年老的都死掉了 我們就有機會了 我一直在講 邪教的問題不在教徒 邪教問題在那個宗教的系統跟教主 小草這些支持柯文哲 不要說好像 我不想用年輕人 因為好像年輕人都是支持柯文哲 不是這樣 但有一些人真的很支持他 這些支持他的人 現在會follow他的用語 我覺得柯文哲你要負責任 你不能不負責任的躲在後面 去煽動年輕人這些事情 不是有年輕人挺你就是對的 否則毛澤東就是對的 紅衛兵在他那邊 他是對的嗎 毛澤東是錯的 希特勒當初也是對的 你知道有多少的這個 納粹小將能夠加入這個 納粹青年軍都以為 後來知道那是錯的 柯文哲你操弄年輕人這件事情 是不厚道而且不道德的 尤其很多還不能稱之為年輕人 根本就未成年 這是重點 重點來了 他們現在裡面流傳了一句話 就是再過四年老的都死了 這是很嚴重的 而這個話為什麼 可媽媽是很大的一個助力 我們是不希望這樣 這是另一個議題 但是重點是為什麼 有這樣子的這種傳出來 這就像以前 那個奧姆真理教一樣 為什麼要去地鐵 毒殺一堆人 因為覺得那些人 是不自得存在 為什麼希特勒納粹要去屠殺 猶太人 因為覺得這個是種族的不一樣 同樣他在講這個世代差異 雖然事實上不存在這個 但是當這個人定義了這件事情 就會流傳這樣的聲音 我想這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柯文哲這樣 狂人出狂語又不負責任 我不覺得他可以撐多久 但是這會影響我們台灣一個 說真的這幾年這個亂象 社會風氣 會影響很嚴重很嚴重 所以我 不過還好 因為我也覺得說 立法院開醫之後 大概柯文哲就沒有角色了 因為除非 他被黃國昌 除非他去做 像以前我們有一個叫做 周志多欣 他去立法院黨團 當那個黨團的主任 除非柯文哲去當黨團的主任 那就不一樣了 黨團立法院就不是黃國昌他們開了 就是黨團主任柯文哲自己開 要不然我看他以後也不會有聲音 這個對台灣是好事 其實對於柯文哲 我是有一點看法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在座應該 我最有發言權 因為我是民眾黨對不對 小一萬塊 終身黨員 剛剛我們在講說柯文哲是狂人 其實他真正講起來 他不是狂人 他是個無賴 而且 我說真的 而且大家 你是有多想要拿回那一萬塊 而且大家都一直在討論說 柯文哲他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都疏忽了一點 不管是民進黨的朋友也好 國民黨的朋友也好 我們都把柯文哲當成正常人在看 對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們的黨主席 他根本就不是個正常人 你說我們現在在嘲笑他說海水退了 沒有穿褲子 你覺得他會在乎有沒有穿褲子嗎 對不對 我覺得他現在最開心的就是 就是一億多元的補助金拿到手了 然後後面 還有剛剛在講說黃國昌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民眾黨裡面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黃國昌這個人 黃國昌他是一個非常聰明 而且他的手段他是非常犀利的 你說他在政治上面 我覺得他是非常非常的很厲害 但是柯文哲他是這樣子 我們的黨主席 其他的人都沒有話語權的 就是以他的意志為意志 剛剛我們也講過了 你看沒有這一次的選舉 並沒有說真的是地方的立委 真的一票一票投出來 現在我們這裡面的八個人 全部都是不分區 所以你說黃國昌 他會不會想要表現 黃國昌絕對想要有表現 他有表現 他以後才會有更大的一個 政治的空間對不對 他表現得很活靈活現之後 黨主席會不會吃醋 對 所以你看柯文哲 你想想看 以柯文哲他這個人 這個我不能罵人 就是以他的待人處事來說 你覺得他會讓黃國昌 如此的囂張 然後如此的搶鏡頭嗎 黃國昌之前是誰 在我們民眾黨裡面 大家覺得就是說很厲害 是誰 蔡碧如對不對 那個碧如姐現在怎麼樣 他如果說他這次選上立委 因為老實說他在民眾黨裡面 可能柯文哲還要另眼看待一下 但問題是你看蔡碧如 他也沒有選上 他是選票裡面最高的 但是沒有選上就是沒有選上 所以你看看 我有民意基礎 也還好就是那一點點選票 是不是 現在是民眾黨裡面 唯一選票 就是立委包這部分 唯一有選票的 比較有 比較高的 所以你看看好像蔡碧如 他之前他不是那個什麼 柯文哲的愛將嗎 但是因為有一些那個什麼狀況 很多人大家都去找蔡碧如 柯文哲發現說 奇怪 怎麼知道都不找我 很多事情去問蔡碧如 以柯文哲他的個性 他的性情 他一定心裡就很不爽了 公高正主 我們要交叉驗證 這兩位都是貼身觀察的科學家 對不對 所以你看蔡碧如他是尋 沒有選上之後 不管他現在是去當什麼 中央委員什麼什麼 除非他就像說我們主席 他最愛的一種動物 我可以說狗嗎 除非你像是一隻很忠誠 很溫馴的對不對 然後他指東你就打東 他指西你就打西 這樣的話蔡碧如 在我們民眾黨裡面 他可能還有一點 這生存的空間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所以我們再來看 由蔡碧如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黃國昌 未來搞不好不用很久 他跟我們的主席 柯文哲一定怎麼樣 就會有很多的心結 很多的東西 我很大膽這樣推薦 我覺得可以想見 鬥爭是已經開始了 你想想看 因為蔡碧如這兩天 昨天放了一個消息是說 他去選候去見 發面子 柯文哲 對面子是一個 他說柯文哲有問他說 台北怎麼選成這樣 我告訴你這個 是不是柯文哲跟他講 我真的不知道 但蔡碧如說是就是 但重點來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他怎麼不去跟黃珊珊講 他要跟蔡碧如講 為什麼是蔡碧如說 來講這件事情 蔡碧如要講的是說 你看新竹選得好 是主席厲害 台北市是誰在處理的 黃珊珊 就是其實我看到 鬥爭的味道 已經開始了 那台中呢 因為柯文哲有講 他昨天在那個 他有講 其實有幾個地方不錯 新竹這個不用講 金門澎湖也不錯 台中有個地方也不錯 他說南屯 台中也不錯 我先講這個 南屯怎麼先不講 重點來了 為什麼蔡碧如要放這個訊息 我台中也選得不錯 台中我蔡碧如在那裡 雖然南屯不是他的區 但總是藍白河示範區 那台北市誰要負責 你柯文哲拿的票 比黃珊珊還少 這個我覺得 現在其實就已經開始 他們這幾個 柯文哲的首碗就是這樣 他這個 他覺得他是明君 其實他不是 但他真的把自己當皇帝 就說這個我也用 那個我也用 這個不行的時候 我就拉這個來鬥你 這個太強的時候 我就把你發揮邊疆 等到我又發現不行 就把你拉回來 我覺得他們鬥爭 其實已經開始 沒錯 我有疑問 蔡碧如如果他當的是 中央委員 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到底那個位階大小 還有他的權力到哪邊 觀念知道嗎 我們知道民眾黨是這樣 柯文哲在哪裡 西位就在哪裡 現在是 柯文哲指定 指定誰 誰就是那個 大權在握的人 那看起來 柯文哲在這兩年中 應該是沒有選舉 那他會把行李一定是放在 黨團 還有自媒體 那黨團 跟這個黨部 他就是現在找 蔡比吳回來當中央委員 這很明顯的 前面幾位來賓都有說到 是要全力制衡 那他昨天在龍心花園的時候 也確認這件事 他還說要走一個民主程序 其實不用走 這個有三個中央委員 是民眾黨防主席 直接指定就可以了 所以只是走過場而已 所以現在已經很確立 蔡碧如的這個權力地位 那其實這幾天也有說 其實陳志涵跟許甫 其實相當緊張 那我們回過頭來說 這兩夫妻 我有時候他們是指著國王 雖然沒穿新衣 他有說國王好帥那兩個人 其實我們也不要覺得 柯文哲醜女 柯文哲為了 戰狼小姐姐的一滴眼淚 他就把副總統放棄了 然後就把幾千個 可能可以任命的部長或位子 就放棄了 那不是因為柯媽媽出來 不是 是因為戰狼小姐姐的眼淚 所以你看陳志涵是不是非常的請國請成 可是 這就是請國請成 請成不是就是這樣用的嗎 你用這個成語是對的嗎 就是他放棄你的副總統 成語怪怪的 放棄你的副總統 你不要借機在這裡表態 所以陳志涵你不要罵我 我說你請國請成應該還可以 所以那現在是這樣 那 欸 早早說 我跟楊寶真的沒送 我真的沒送 所以 那現在回過頭來 1月13號票投下去 大夢初醒 陳志涵也不再是那個 美麗的戰狼小姐姐的 因為 他 沒有給 對的決策 因為 我們知道陳志涵 確實是媒體人出身 他其實不太懂政治 那在藍白河那個場子 他其實沒有給正確的資訊 他也在 藍白破局以後 然後直指這個國民黨說 怎麼樣民調是錯的 差距跟差距那個對比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現在 柯文哲要救的是 他僅有的小草 那他怎麼救呢 就是一直打強心針 因為外科醫生就是這樣 打強心針 然後 你要說酸民 要不要活得夠久 我覺得這都不是領導人 該做的事情 你 我回過頭來看 民進黨跟國民黨 釋出什麼訊息 民進黨 柯總召昨天上這個直播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他已經有很大高度 而且我覺得他是完全 俯瞰這個民眾黨在立法院的地位 他已經知道民眾黨 或是國民黨之後結盟可能要做什麼 包括他提出來 黃國昌提出來的 立法院調查權是不可行的 再來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其實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經修了 他把它放進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五之三 對 所以我覺得柯總召雖然看起來是 我們不要說他是魔鬼的臉孔 可是他真的是有天使的腦袋 我覺得他這 他那一個傳訪我覺得可以讓 我覺得其實是滿迷人 長得滿可愛的 你今天是來亂的嗎 可是他的節目 天使腦袋 我會跟柯總召對話過 我覺得他真的是把俯瞰這些事情 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有根據說 民眾黨我認為可以選擇跟民進黨合作 我覺得讓 可是民進黨不想要吧 對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考慮 因為我覺得柯建民總召已經都運籌尾窩了 如果真的合作 我們可以有一個協商 然後共同討論的機制 然後把朝野都穩定下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大家現在在檢討這個民眾黨黨內 當然是說 蔡比武回來會擔任什麼位置 可是現在位置都已經確定 即便黃珊珊說他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剛剛應幾位來賓說的 這個就是分而自治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內鬥的帝王術的開始 好 那思琪 因為蔡壁如就是最核心的 最貼心的 你要怎麼跟他比 不管是黃珊珊 黃國昌 或者是戰狼小姐姐 人家蔡壁如就是從醫院一路跟到現在 他當然是最懂柯文哲 最能夠執行柯文哲意志的這個人 所以就算他不是專業委員 他只要待在黨專業 他就是那個指揮系統的頭 他的重要性不因他的職位 而有任何改變 核心的意思就是這樣 知道嗎 好 那現在剛剛講到說 接下來這個 柯文哲為什麼在這個 小草灌溉會 小草 他要灌溉小草 對不對 對 四茶貓就是一個討人厭的妹妹 他又跑去給人家算人頭了 還跑去開直播 他就算了一下就是說 在榮青花園擺了500張椅子 然後看起來人有些稀稀落落 但是四茶貓PO文的時候是說 其實500張是有坐滿人的 然後旁邊也有一些人 但是這些人是專程來參加小草灌溉會 還是說只是 來運動的 過路課 對 就是過路課 因為榮青花園本來就是一個 人蠻多 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 六六狗 假日 趁著好天氣 還沒有變冷的時候等等 而且逛樂人還嫌沒椅子坐 剛好 好 那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選前跟選後 因為他的時空 他的時空很妙 先卡在11月15號 後來直接跳到1月13號 就一直走不太出來 他現在就是卡在一個1月13號 他為什麼會卡成這樣 是因為的確當時1月12號的那個場面 是漂亮的 然後他的場面這麼漂亮 然後再加上 他們把線上觀看人數全部都 對 換上去 對 全部換上去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他說35萬 線上跟線下加起來35萬 對 然後他就把這些 也都算成是他的票 然後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的失落感勢必是大的 所以他會對任何不看好他的評論 他都會用一種很仇恨式的語言 以及表情 他在講說希望酸民活得夠久的時候 的表情是非常凶狠的 是那個眼神是殺氣 他不是在開玩笑 他不是在開玩笑的 他是用一個很認真的表情 就是看你能活多久那樣子的凶狠的態度 那事實上為什麼他會這麼 對於自己的這個1月13號的這個 這麼否定 這麼不能接受 是因為他其實已經幫自己 設定好一個社會上面的形象位置了 我就是務實理性科學 我是外科醫生 我高學歷 我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 所以你們只要追隨了我 你們不論任何條件 你們都可以成為成功人士 你們也都可以成為科學理性 務實的這一個群人 也就是說他把整個人類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我務實理性科學的 以及性眾們 另外一區就是你們 你們是比較是下等人 不理性不科學不務實 並且沒有高學歷 他把人分成兩個對立 那所以我覺得對於很多 年輕人設事未深 沒有歷練過社會的人 他們真的會想想 對我要追隨一個成功的那個概念 所以就變成了他的 很堅定的這個支持者 但所以他們會 相信柯文哲講的話 他們只要在柯文哲的談話當中 抓到一句話他認同 所以他會覺得說 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持續的壯大下去 所以你們這些酸民要活得夠久 看我會不會泡沫化 但是我會認為 年輕人會長大 年輕人從學校出來到社會 其實那個社會的歷練的過程 會使得人有反思 人會思考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一人政黨 你就是持續只有泡沫化意圖 所以這也是要提醒民眾黨的地方 如果你們只用黃國昌不斷的表演 我跟你講 表演久了也是會皮 因為你的演技有點over 太over的演技會令人感到噁心想吐 他最近比較內斂 內心系也相當多 有嗎 你看到哪裡有內心系 我感覺 真的 他不會再咆哮了 剛開完票 剛選舉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黨也好 你看柯文哲也好 大家都覺得說 這漂亮 這次票開得太好了 我是關鍵的少數 對不對 50幾票 50幾票 我這個8票壓到誰 誰就贏了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我並不認為就是說 我們民眾黨這8票是有多關鍵 老實說我覺得他是個雞肋 因為你想想看 他如果想說用這8票 來去跟民進黨 因為他是執政黨 他有用龐大的行政資源 如果有人理他 他就關鍵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你想想看之前 你覺得那個民進黨 他會去跟民眾黨來合作嗎 但是486先生 我其實我比較在乎的是說 剛剛時期說小草也會長大 會成熟 對不對 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那個覺醒的過程是什麼 你的覺醒過程 你是在哪一個時間點 然後突然醒悟了 我想什麼事 第一次他突然選市長 那時候大家都支持他 對不對 很多人大家都支持他 我也是 那個連勝文對不對 連大哥 那不成才 大家支持 但是到第二次要投票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 就是柯文哲他在當市長的任內 人大都流失 對不對 你說局處首長的人 人才流失 都一直走 你想想看 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經營一家公司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個公司的人 異動率流動率那麼高 表示這肯定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覺得這個人 而且他是很會講 他講話講得很漂亮 但是住都沒半片 所以你看他很多的 到第二任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確實他的很多滿意度很差 所以其實他在選第二次市長的時候 那我也跟我們家人 鄰居什麼 我們確實我們也都講說 好 我們這次就是支持民進黨 可是因為那一次 我覺得也是怎麼樣 有時候就是時運 攻擊春節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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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3點多我還在排隊 你就是受影響的那邊 對 然後我想想不對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 中國國民黨丁守中先生 對不對 那時候我覺得這個票可能 可能會 搞不好會讓他贏了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讓國民黨選上 搞不好 對 搞不好柯文哲 就算差 搞不好也沒那麼差 結果早知道 就投給丁守中 對嗎 搞不好也沒那麼差 聽到對不對 我到底 對啊 所以其實在第二次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就 我就已經覺醒了 後來他就說要成立民眾黨 很多人講說 你是不是創黨的黨員 我在這邊老實公開講 我不是創黨黨員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他根本創不起來 那你為什麼還要加入 還交1萬塊 對 後來創黨成功之後 我想那我也要加入 我想要靠著我們這種 微小小草的力量 來改變我們的這個主席 後來我當然就是 不斷的建言 但我這個建言 你們有什麼建言的機制嗎 民眾黨有建言的機制嗎 沒有 好像沒有 那你怎麼建言 我就在網路上 我就罵他 就接到了警告 對 不要再講話了 他說你不要再這樣子 要我去說明 後來就被 他本來是說 我是聽到很多黨內的消息 很多本來是說要開除我 但我那時候又放風 我一萬塊給我 那免費一萬 那我們民眾黨那時候真窮 那真的窮 一萬塊抽不出來 還不了我 後來不然就停權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相信486先生跟我一樣 我們都不是科粉 我們都是民眾當黨員 是啊 我們相信黨的價值 相信有一個第三勢力 可以做出不一樣的事情 對 真的 這幾天 這個中研院的 吳瑞恩老師說得很清楚 所謂天然毒 不應該是這樣定義 所謂的毒一定要有論述 要有思想要有方法 對 吳瑞恩老師把我們兩個的 這個心情說得很清楚 科粉跟民眾黨員 比較大的差距就是這樣 民眾黨員是有中心思想的 是有理念的 是有價值的 然後我們才會 覺得科文哲哪些地方 說得不對 做得不對 我們才有檢討聲音 可是現在民眾黨的風氣 不是這樣 張奕善說阿伯是流量動物 所以他旁邊的人也會 想要真的出風頭 趁流量 所以反而不會有這些論述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民眾黨 一團亂就是 也沒有什麼倫理 然後也沒有組織 也沒有層次可言 反正只要消息 可以傳到阿伯耳中 因為阿伯是這個 耳根子很軟的人 然後或者說 你在盡頭的時候 你可以擠到阿伯旁邊 不管你是議員還是代表 還是黨的幹部 你擠到阿伯旁邊 你就是有流量 然後你就是會被 所謂的科粉看到 這個是完全不是 這個完全不是黨要組織 或經營或是帶給人民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 我們民眾黨員 還是當得比較稱職一點 所以我覺得科粉跟黨員 還是要分別 好 二德哥我要請教 我們看一個人 黃國昌 很多人對黃國昌 我們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是林昌佐跟林靜宜委員 在這裡 兩個人一直說不完 因為他們有那個 黃國昌創傷症候群 然後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前立委的分享 是陳學勝 陳學勝他是認為說 如果民眾黨這8席的立委 不合作的話 那麼其實也很難提案 他提到說黃國昌私底下 非常的自以為是 坐在電腿 因為其實立法院那個電梯 進進出出的人非常多 搭電梯的時候也不打招呼 如果說你是要 當一個立委要玩自己的武林的話 將會自廢武功 會一事難成 有一個部分是黃國昌之前戲子 不是經營到一半落跑對不對 對 你在他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還幫他助選對不對 這個主持人很奇怪 故意在人家傷口這麼傻眼 汙點 汙點 這種人節目主持人現在都這樣 然後不是 現在黃國昌 他們有一個想法說 2026要佈局 然後就佈局到說 雙北三三 雙黃就雙北 黃三三可能是台北市繼續 然後黃國昌可能是新北市 他甚至說要在板橋弄個服務處 人家現在看起來是完真的 黃國昌你來 各位新北市 目前看起來黃國昌就是要選新北市長 事實上 在他當時突然間宣布連任 大家都非常詫異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來說 他有可能是佈局未來要選新北市長 那麼我記得在去年南白河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那個六項條件裡面 也有政壇在傳什麼什麼 可能有關於新北市長是誰選這樣子 要讓給誰選這個問題 黃國昌在這邊宣布 黃國昌基要他要選 2026年的新北市長對不對 民進黨不管是誰拿名 我絕對全力去服選 我絕對全力服選到 讓你黃國昌第三名 因為國民黨絕對會出來 你放心 第三名 那落實 落實柯老三 你們永遠是老三 就是這樣子 那麼事實上剛剛講到 我一生中最大的痛有兩個 一個柯文哲 一個黃國昌 對不對 就是人生 柯文哲讓我第一次在全國媒體面前 所有電視台面前鞠躬道歉 你也道歉一下 我整個都道歉 等一下第一次 第一代柯粉 我們是第一代柯K 開玩笑對不對 不夠努力 講話難聽 他剛才那個 現在柯文哲到處都在講說 2015年我幫王定宇去站台助選 幫他募款餐會 人家2014 2013 我們是怎麼幫你的 你怎麼不說 沒有我們有你 你Nobody 我想坦白 除此之外 事實上黃國昌也是一樣 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在本節目都講過 當年的那段過程 黃國昌創了十代力量 不過陳學勝我認識 陳學勝講的是真的 黃國昌本來就是很驕傲 那時候我記得 太陽花都還在立法院裡面 黃國昌常就出來上節目 有時候帶著陳偉廷 有時候帶著林輝帆 但是他這個人 就是用鼻孔跟你見面 就是這樣 他就高人一等 驕傲傲慢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一直到後來我發現 在三立就是在我們這本攝影棚 錄完節目出去以後 那天他愛生貪氣 就通常問他 他說我問他什麼事情 我想要選當地 那時候國民黨叫李慶華 他說他要選 但是問題是如果 民進黨也不願意幫趴 然後還要出在 兩組出來一定分裂 一定不會當選 我會說一大堆這樣 所以我後來 當天晚上思考一個晚上對不對 我在這裡說也沒關係 我就透過所有的管道 去跟民進黨高層疏通 然後講這件事情 最後民進黨決定離讓給他 就是這樣來 而且事實上包括 黃國昌不是這樣 他去嘴巴很邪對不對 他得罪很多人 他還得罪黑道 你知道嗎 本來人家是要 是要要跟他認識一下 我跟你說 也是人家也擺平了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他很強 他是很強敗的人 他從頭到尾 我後來還有去幫他輔選 還有菜雞 然後跳蟲市場等等 就連他被這個等於說 被人家罷免有沒有 差一點罷免成功 多數我們去戰術 從頭到尾 沒湯也沒熱 連時代力量 沒的也沒唱話 我跟你說 但是我都無所謂 為什麼 我們又不是衝著你那些東西來的 我們是為了一個理念 但是一直到他突然間宣布 他不還算 他不還連任 我們嚇了一大跳 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這麼多人交代 我跟你講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是非常的生氣 不過我想到一個人 遭遇了以後 我心裡會比較平復一下 叫鄭鴻怡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主持人 他去幫他募款 幫他更生氣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 黃國昌就是這種人 為什麼 他見面了以後 就是那種很高傲的那種態度 幹嘛 在這裡最後做一個總結 最近希望交通部 我有一個機會 已經跟準總統 等於說賴清德先生 已經跟他建議過了 有關於交通祭典 亂記八糟亂記 有關於紅線圍庭 為了亂七八糟 沒辦法 沒有生計 沒辦法停車幹什麼 招致民怨 有關於什麼區間特殊 歐北來歐北部 對吧 然後有關於這個什麼 最落後的方式叫科技執法 王羅英堂幫你招致 然後再叫24小時 然後再叫大學生 這些都有跟我們的 未來的新總統 都已經報告過了 希望政府能夠重視之外 有一件事情 民進黨的政府一定要大大的 去把這些事情 說清楚講明白 各位你知道 我剛剛講那個紅線圍庭 紅線圍庭 不是紅線 計程車都不能上下課 我們也不能停 你圍庭的話 接送小孩幹嘛 你全部都可以開罰單 但你知不知道 台北市最多紅線畫最多 是在柯文哲做八年的市場裡面 你如果說你是為了 航子裡面畫紅線圍庭 有沒有 航子怕有消防通道的問題 如果我沒有話說 只要過五十幾公里而已 他在做台北市場 搞出來的時候 全台北市都做 三百七十九公里的紅線 你都不用停 我跟你說坦白勒 最多要跟五百公里 五百公里 這件事民進政府背黑鍋 背黑鍋 大家都怨 因為拚命開單 對 你有沒有覺得選舉期間 現在還沒關係 去年你選舉期間 大家都很熟悉 不是民進黨執政的縣事 警察拚命開單 然後 過台節目主持人 一天裡面開兩張 跟我說 為了一個什麼事情接送 家人不方便 結果我在紅線 為了一張 這些民怨是這樣來的 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我本來在這個 等於說錄影的時候 都有停車格可以停 突銷 為什麼 台北市在客人執政末期的時候 要開設車場 洗車場 要開建設工 人家去一個大辦公室 在外面的停車格 突銷 突銷 停車就沒有位子了 所以這些事情 民進黨的政府 應該要讓所有全民知道真相是怎樣 你們不要忘記了 各位 柯文哲做市場 連半個小時 一百個免費的小學生 都取消 五塊 他要給你收五塊 年輕人 你也不要忘記 柯文哲連你的學費都說 該漲就要漲 這就是你的阿伯 還有 最後跟大家講 小草永遠不會變成大樹 為什麼 草就是草 建門綱目科屬種 絕對不會變大樹 還有草 雖然是草 他還是綠色的 所以要把這些人給拉回來 不要單讓柯文哲繼續 繼續去片 剛剛我們最後一句 有一個形容詞逼一下 來佳凱我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有 就是侯友宜他現在回歸市政了 而且他說他要加倍奉還 就是說市政要更加困難 可是好像有一個罷名的社團 本來是七萬六 現在變八萬四 人好像增加得滿密集 而且在週末的時候 他們還有辦一個快閃的連署活動 叫大家可以開始簽名 你覺得有沒有危機感 當然會有危機感 因為畢竟請假一百多天 那是事實 但是市長也說他會加倍奉還 我們議員監督也是 他就是要好好的去把市政黨 換回這些所謂罷名者也好 就是這些失去明星的這些票 把他拉回來 我還要說一下 剛剛黃國昌 大家都覺得說如果 對不對 我拉一下 我必須說一下 他如果真的選在板橋 當然是選市長 不然是選議員 雖然議員資的缺已經摳算了 所以你看 但是他不可能去選議員 議員資都跟他嗆聲 所以我們兩個要聯手就對了 而且最後我也是有這個機會 雖然我不是柯黑 但是我必須拜託柯文哲 雖然說這段時間 我酸你的機會比較多 我幫我的好朋友 我幫這些小組跟你拜託 因為你可能會詛作這些酸民 我也可能比較酸 但是如果哪些這些小少 你的資者選擇轉身離開的時候 拜託你不要詛咒他們 因為我相信他們轉身離開的時候 才是真正正確的選擇 好 那你 你回答 正題的人 正題的人 他說 就加倍 就加倍 不是 因為其實 像是這個罷免 也不是說什麼綠營在組織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 民間 是有人的確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落跑 然後對於市政 沒有那麼樣的一個關心 現在回歸 浪子回頭 永鴻你覺得有效嗎 他回頭的第一天 他要記得是哪一天嗎 選後的隔天 對 114 禮拜天 對 這是不是太假了 做秀做成這樣 禮拜天 人家那麼認真 要說做秀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休假 休到一定程度 要回去上班 一定是下禮拜一 為什麼 因為禮拜一公務員 才有上班 就這麼簡單 你要回去休假上班 你有公務員 為了配合你做秀 還要去 有沒有報加班 還不一定 大家要陪著你回去上班 還要去會看有沒有 去會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 我有 有別的議員有去嗎 好像揪我 你看一句話 我就把他突破盲腸了 他就是假先 你就假先 然後要避開你敗選的責任 我第二天就回去上班 神經病第二天是禮拜天 人家公務員都沒有上班 你要選在公務員休假的禮拜天回去 但是我覺得 會不會罷免會不會成 因為他有兩個幾個門檻 第一個是連署 第二個當然就是到時候的這個票數 我覺得他仇恨值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確實欠新北市民 好好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不是說加倍 你要如何加倍 你24小時不會變48小時嗎 要不然你就全加倍的捐出來 你的選舉這個補助館拿多少 你就加倍捐出來對不對 這個才叫加倍奉還 你要捐嗎 你要捐嗎 這才叫捐嗎 他捐沒黨部 做黨部的人那個規劃 你就把黨部都不能交出來 這才叫加倍奉還 不然你要奉還什麼的 還是你的那個大群館 不要給黨部的 全部給禮室團體 對不對 新北市的禮室團體 等一下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是不是要追一下 凱旋院後來的進步是什麼 壓背奉還 如期絕對會獨鬧手的成功 因為後來我看到有一些學生 在反映說 怎麼那個流程很複雜 是不是條工尷尬 怎麼不是透過凱旋就可以 還要再去找那個憂鬱公司 然後他們覺得過程滿繁瑣的感覺 你上次設下一個路障 然後好像不讓人家申請的那個味道 我都幫侯友宜想好了 最後一定講說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跟人家簽約了 所以我的希望是這樣 他們會一切依法辦理 依法辦理就是不會辦理 所以我告訴你 你的加倍奉還 說到就是做到 你去申請看看 你放心 半個月後 三個月後我們再來回頭檢視 他一定會有這句話 就是為什麼我申請不到 我們都依法辦理 為什麼你不是侯友宜你這樣講嗎 對不起我們是有簽約的 這個是跟物業公司簽約是物業公司 我告訴你他一定是這樣講的 他如果沒有這樣講 我加倍奉還 今天我加倍奉還 送這個節目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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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好不好 柯文哲在喊說 各家民調公司大選後 潮水退了 看誰沒有穿褲子 脫開完 柯文哲 我沒穿褲子 然後開始了他的悲傷五階段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還停留在第一階段 還在否認期 他否認說民調假第二這件事情 沒有投我的選民 他們非理智 我的支持者都沒有出來投 甚至他又想了一個新招說 不然我們民眾黨 也要弄一個民調中心 報告問題 不是民調不準 是民眾黨的民調不準 不如你可以用 美日導電子報的民調 不然我們三立民調我們的誤差 也都比民眾黨的內參民調更準 阿伯沒有穿褲子 幕僚還在說 阿伯你的褲子最漂亮 這樣的民眾黨在喊 理性 科學 務實 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明天同一時間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